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奶茶 太咋了 奶黑解析大树 好我们这一集呢 旅行懒人包要来讲一个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容易忽略的 终于来到了登机这一part 终于可以上飞机了 好期待哦 上飞机前 上飞机前呢 就是领队导游都跟你讲 要听我们这一集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这个超酷的 以后所有出团的旅行社领队 请把我们这个懒人包 其实有一个系列的连结哦 然后呢全部丢给团员听 你就可以少讲很多话 然后他们有问题 问我们好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好据说就是所有的领队 现在都在做这些功课 但其实领队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 只是他们要一对三十 你要一直讲一直讲很累 可是那就是领队的工作 是啊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互相就是 你少讲一点 他多听一点 旅行会更顺利一点 真的 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旅行 每个part都很复杂其实 梳理开来拆解开来都很多 这集登机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飞机机舱里面的空气 是蛮狭小的 用拿东西很麻烦 尤其是如果你坐在三四三的中间 哦要许哦 我不会让我自己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如果你又坐在四的夹二里面 我会尽可能让我坐在走道位 但是女生要上厕所坐在走道 但是如果是短程线 短程线 短程线没差啦 我会想要坐在窗边 你要拍照啊 你那个环岛就拍成这样子了 但是拿东西就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好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机上不求人带 为什么不求人呢 因为你每次出去要拿个东西 不好意思拜托一下 然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然后等下又要上厕所 然后登机的时候 因为不好意思我要拿一个东西 不好意思 好我们这一集帮大家整理 这个不求人带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尤其是在你在后机室的时候 这个是短板的 你在后机室的时候 你就赶快把它整理好 对所以你的包包 第一个是要准备有一个那种 类似环保袋的吧 你是用什么袋子 我是用漱口袋 就是可以 因为东西很容易掉 对 所以我就会用漱口袋 不可以是开放的袋子 老狼啊 对 跟酷酷嫂啊 对不可以是开放的袋子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开放的袋子 人家容易 如果旁边要拿你东西的话 你睡着的时候很好拿 对那第二个是 你东西会乱七八糟 会掉 会掉 你在手忙脚段的时候 很容易飞出来 对 对 宿口袋是一个 然后我自己是用拉链袋 也可以 对有拉链的那种 类似那种运动包 因为其实飞机的前面 都有设计可以挂衣服的钩子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哪里可以挂呢 呃 就你座位前面 对 就是 椅背那个地方啦 别人的椅背 对 然后我自己会准备一个S扣 这个也很重要 对 然后把它扣上去 更好挂 对 更好挂 比较不会掉 对对对 好 那我自己是用漱口袋 那漱口袋里面会装哪些东西呢 我们刚刚有稍微 帮大家整理一下 超级多耶 好 来 第一个 严格 B口手 警诊 警诊超级重要 哦 坐飞机一定要警诊 你落去的时候的倒诊 飞机设计的那个 呃 它的弧度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不管是 商务舱也是吗 商务舱当然不会啊 商务舱是羽毛诊耶 我躺下来 哦 这个商务舱不再讨论范围 好 我们讲的是一般经济舱 对 而且是长城飞行 长城飞行才需要投诊 才怪 真的吗 你三个小时 日本也要投诊 当然啊 好 所以你 你要补棉耶 好好好 你总是要打个盹吧 好好好 好来 第一个是警诊 对 或者是带儿子嘛 靠在儿子身上 什么东西啦 好来 第二个 嗯 耳机 耳机的话呢 我自己会准备抗噪的 好 这个耳机带不带是个人 个人行为 因为有些人不见得会去听飞机上的音乐或看飞机上的电影 那如果像我自己是习惯听我自己手机里面的音乐 那我就会带自己的耳机 嗯 OK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鼓励大家带自己耳机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耳机经济舱都是抛弃式的 嗯哼 非常之不环保 而且塞不进气啊 而且那个听久了你耳朵会烂掉 真的假的啦 不是因为会很痛 对啦不舒服啦 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是飞机上的耳机都有线嘛 你常常会把线弄断 然后我也常常搭到有些飞机耳机是不能用的 你要特别注意是飞机上的那个耳机孔不是标准尺寸 是有特别的规格 三角形是不是 没有它是两根的 两根的 然后如果你现在可以尽量带自己的耳机你还可以有一个蓝牙转换的东西 如果是蓝牙耳机的话可以买这种发射器啦 OK 好啦那个是讲太多了 耳机就对啦 耳机就对 记得要带耳机 那搭配耳机的话就是iPad啦 电子产品啦 电子产品 你的娱乐产品 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看Netflix嘛 是这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 Netflix可以下载啊 OK 你不觉得Netflix比机上好看多了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对啊你可以好好的追个剧啊 对iPad啊 如果你不看飞机上 因为有时候飞机上的是不好看的 或者没有你想看的 或者没有字母 或者是讲外文的 I like a word I like a word 相调悟啦 是 好OK来再来 演个鼻壳手 鼻口手 鼻壳 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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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眼罩 口罩 鼻是什么 口罩啊 口罩对对对 眼罩口罩啊 其实我把它 跟警诊放在一起 颜罩 口罩 警诊 它是一系列 还有帽子 OK 还有帽子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上好冷啊 飞机上的温度大概 为了让你好睡觉 大概是20度左右 但有时候风味很强 尤其是坐在343那一排 4的那一排 为什么那么冷啊 风口在上面啊 很冷的啦 而且你要知道 飞机大概每6分钟到4分钟 会把整个空气会循环一次 对 非常冷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它的风会很强 你知道飞机上常有人啊 如果你半夜睡觉 也不是半夜睡觉 你就是在不派餐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用毛毯 把自己裹成一坨 对 为什么 因为太冷 太冷了啊 所以我其实上飞机 飞机还会 啊对 我还会准备一个 比较小的 羽毛的外套 羽毛外套 对 然后它可以当你的枕头 它也可以当你的预寒衣物 所以外套是一定要戴 但是外套 飞往热带国家也是要戴哦 对 因为飞机上 真的很冷 好 然后再来就是 眼罩 口罩 警诊 耳塞 耳塞 对 然后 那戴耳塞怎么戴耳机啊 不是 你要睡觉的时候可以戴耳塞啊 OK 因为怕旁边的耳很吵 或你刚好附近有 baby啊 小孩的时候 是很好用的 然后 跟嘴巴有关系 水壶 水壶 你要喝水 你要喝水 好 杰西要提起大家一件事情 建议大家尽量在后机室装水 就是你其实 在上飞机前就把它装好 就不用麻烦空姐 OK 而且要传来传去 那它的温度又不是你要的 哦对 啊就暑暑 暑暑 太冷 对 对 因为台湾的机场真的很好 而且 到处都是饮水机是怎样 上飞机前有嘛 其实外面的国家没有 没有 好 再来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拿那个水壶给空姐装水 通常要装很久 因为他们很忙 你上飞机的时候 超级忙 他们其实很怕保温品大军 但是通常都是 尤其是大妈 对对对 OK 好 来 自己先装好了 好 再来是手机跟充电线 对 手机跟充电线 充电线一定要记得 对 因为你还是要拿下来的 对不起 我手机没电了 我上去拿一下 那你又要打开 又要经过人家 很麻烦的 然后呢 最重要是一个东西叫做比 为什么要带比 很明显的那些路径文件 通通都要比啊 对 飞机上常常就 诶 对不起 可以借我一下吗 对 然后还有人会跟空服人员借 我需要你在胸口的那一支笔 诶 无礼帽 自己带啦 自己带啦 对 然后我建议你多带两支 因为会掉 会掉 而且会没水 或者是忽然间写不出来 对 好 所以要带笔 一定要带笔哦 笔跟你的旅行文件要放在一起 对对对 我是放一包 旅行文件跟笔是放在一包 是一起的 它是不求人带里面的 不求人带 证件包 OK 好 来 再来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有一些身体容易不舒服的药品 嗯 你要记得放在你这个不求人带 嗯 里面有一份辈份的 对 譬如说晕机药 哦 或者是有 感冒药吗 之类的 感冒药应该不会这时候吃吧 没有 因为你上飞机很容易 不舒服 不舒服的话 那个很容易发烧 哦 因为那种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尤其是小孩 对 我觉得那个万用的备用药品啊 譬如说你常会吃的某些药品 会让你消炎啊 或者是 比较不会头痛 我看毛疼啊 对啊 这个不是 就是长城班机下来都会便秘之类的吗 没有啊 我拉得很好 哦 谢谢你 真实 请大家 请教大家一下 好 所以药品 你要被一份备用的 在你的不求人带里面 对 好 再来一个是眼镜 为什么 因为女生像我啦 我自己是有戴隐形眼镜 但上飞机 尤其是长城 你一定要把隐形眼镜拔掉 再讲一次 飞机上的湿度是沙漠25%左右 对 如果你是三小时飞日本的 那没有关系 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对 但是如果你是有跨时区的旅行 或者是超过五个小时 你得卸妆吧 还有卸妆啊 卸妆就不讲 我跟你讲啦 美女都会自己备好 你都不讲她也会自己备好 美女吗 对 美女 所以谁会不会自己备好呢 对 但是眼镜很多人会忘记 尤其是新手 那我会建议大家 像我自己的卸妆 有一个备用眼镜要戴身上 不要放在包包里面 对 你一定要放在 备用眼镜放在你的随身包里面 所以是通常会忘记 把这个东西放在随身包 对不对 通常会忘记 然后你会忽然 隐形眼镜拔掉 哎 我没脖子 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连电影都没办法看 对 那我通常我的习惯 会是在我的不求人戴里面 放一个眼镜盒 就是备用眼镜 再加上一副 要用的隐形眼镜 因为有可能会被收走 也有可能 或者是掉下来 然后有一些人是抵达当地 他就要把隐形眼镜戴上去的 那你不可能再去开一个包包 或是行李箱也不在你手上的 是啊 好 所以眼镜一定要注意 好 再来女生必备的 面膜 我看心情 好 就杰西大叔看心情 但女生我蛮建议如果你有保湿的需求 你可以带一两份面膜上飞机 因为很干 ANA会给面膜 真的假的 我要去 等一下 商务舱对不起 OK 好 你要 为什么 因为飞机上刚刚讲很干 嗯 所以你一定要不断的保湿 真的 所以每五个小时要敷脸一次 尤其是你的长城班 诶 我们刚刚那个保湿类的东西讲完了没有 还没 所以我接着要讲 保湿类还有一个是乳液 乳液是一个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带的话 你去厕所 哦 厕所的好香 厕所是会有乳液的 对 有些有啦 有些没有 的 长龙有啦 我知道 有的还薰衣草香 对 然后那个 通常有过夜包的话也会给乳液 有些有 有些有 还是有些有 不是绝对 对 还有护唇膏 好 因为很干 我自己会带紫原油 因为我在飞机上会裂掉 我也会裂掉 而且会断掉 你在干的地方 你的指甲很容易断 而且这个只有在我飞机 飞机或者是去欧洲 美洲那种高预度的国家 会有的装备 我清常台湾都不会用 台湾湿度OK 很高 很高啊 动不动是70% 我觉得乳液是必备 而且你要 哦 框墨 对 你要 可能你每次洗手就要把它擦一次 然后甚至于两三个小时 你起来的时候 保湿了 你就要擦一次 保湿保湿 保湿很重要 就是乳液跟护唇膏 一定要狂上 狂上不已 还要喝水 对 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这个包呢 就是主要就是 不管是在登机的时候 你就不要阻碍到人家 登机 动线 对 你每次要拿那么多 刚刚我们念了那么多东西 你其实在后机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先准备好 或者是其实你在打理行李的时候 你就把这一包包包包好 然后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 这些东西很容易掉 非常非常容易掉 很小啊 尤其在你下飞机之前 你要再重新把它package 回去你的不求人袋里面 对 然后竖起来 对 那它真的很容易掉 所以请你养成习惯 用完就把它丢回去 对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跟奶茶出门的那种包 都是很多小包小包小包 为什么呢 因为打包速度比较快 对 第一个打包速度比较快 然后你知道那个袋子里面 有放什么东西 对 然后你找不到 就先往那个袋子里面去找 你不要全部散在一坨 对 这样真的很难找 很 而且很难看 不会有内裤吧 我告诉你 我会 会有人有内裤 为什么呢 还要洗澡哦 要洗澡啊 那种要飞二十几个小时 你至少要带一份吧 对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 再丢一个直内裤 或者换洗内裤在里面 你不常用到也没有关系 对 因为真的 如果那种飞二十几个小时 那个真的很恐怖 可是飞机上不能洗澡啊 在机场洗啊 对 如果你有转机的时候 你可以到机场的shower room 去洗澡 这个不求人带 其实只是你的登机的其中一小包 然后 还有一大包吗 我们有录一集大包的啊 杰西的包包里面有什么啊 OK 大包的东西 请听长集的 很多啦 我也忘记录了什么 所以你会有一个hand carry的行李上去 而且要看我做什么仓等 好烦哦 是啊 金金仓就小包嘛 如果未来 商务仓就大包嘛 你在飞机上看到杰西大叔 请直接跟他借 哈哈哈哈 稍微啦 我的加湿器只有带一套好不好 好 你要跟我借加湿器吗 对 请认识杰西大叔 你是没啊 我再考虑考虑 啊那我再见 哈哈哈哈 好啦 这一集聊到这里啦 好 那请大家呢 在Apple Podcast给我们评论 五星啊 五星 不管你是好的坏的 都好都好 正面负面 都好都好 要给我们批评 指教的我们都可以 但是都是要五星 好哦 然后如果有任何 不会用Apple Podcast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 FB的粉丝团 或者是IG跟奶茶 或者解析带 我好想问他们 到底都从哪里来 我蛮不带的 哈哈哈 你不要忘记有12%的你的听众 是从瀏覽器看的 对啊这个好酷哦 他们一定是点文章进去 顺便听一下 对 欸我觉得这也不错啊 也不错也不错 好边看边听啦 嗯好 那我们再一集 跟大家说拜 到这里拜拜